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浩然制作的科研诺尔做图系列视频 本奖是我所做的这个系列的第七奖 我们这一奖会讲到非规则抗图的进阶 因为我们上一奖第六奖中已经讲到了抗图 然后我们这一奖就通过一些操作来进行一个进阶的提高 我的邮箱浩然同学at163.com 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联系我 我们这一奖会讲如下两条内容 第一块是肿瘤组织块的非规则抗图 是一个实例 在这个实例中我们是会用到一些选区的加减充叠等等一系列操作 我们的目标是追求熟练一下 我电脑的配置如下 操作序操作序等是温期 主题是用的温期Home Basic 分辨率1024乘以768 办公软件Office2010 做图软件Photoshop CS5 图片查看工具ACDT12.0 行我们现在进入第一块 第一块就讲肿瘤组织块的非规则抗图 先看一下我们的目的吧 我们的原始图片 就是由相机拍摄的一张图片 一共有4乘3 一共12块肿瘤 我们当时拍的时候是放在一张白纸上 放在白纸上 也是为了追求它有一个比较均衡的背景 但是有时不可避免的会有一些阴影 其实我们是在实验室 不是在露天场合 也没有在无影灯下 所以它在这块会有一些阴影 这个影响会影响一些视觉效果 另外一个影响视觉效果的是 肿瘤摆的不太整齐 所以我们就希望通过 通过一个Photoshop处理一下 来得到像右边这张图 这种效果 一个是图片排列的非常整齐 另一个后边的背景 不是用的这种 我们当时拍 用照片拍摄的白纸的背景 而是用的非常均衣的 电脑设置的白色的背景 第三一条 是在相应的行上添加了一些文字的标注 这样非常清晰 比如说这第一行的12是12天肿瘤的大小 第二行是24天 1326天 然后第一列是control组 对照组的 第二列是比如说用的是一种药物A 第三列用的是药物B 最后一列是用的我们最有效的药物 它是把种瘤杀 给杀得非常小 等等 就是我们希望来做出这样一张图 比较简洁 比较美观 怎么来实现 我们就通过实例操作来实现 在这个实例里边 我们会用到如下三块 第一块是用我们的磁性操作工具 第二块用模棒和一些选拟的加减 第三块也是用到模棒等等 但是它用的更多样化 我们先查看一下我们的原始图片 这里PPT放的有点小 我们再打开原始图片 是看一下 先等一下 关闭 原始图片是这样一张 分辨率 其实它的像素数目是1867乘以1356 就是我鼠标所放的这个位置 所显示的 当然也可以通过在图片上点右键来看 然后就是这样一个效果 图像是有明显的阴影 我们可以放大看一下 比如这块 上面和后面白纸 界限还是比较清晰的 但是阴影这一块 阴影这一块就是不太清晰 所以在Photoshop里边 我们如果用模棒的话 可能选的时候有点麻烦 然后我们的目标 所要做出来的目标图 就是有这张图 如这张图表示 我缩一下 缩一下 看一下 行 怎么来实现 好 我们先打开Photoshop 我就把这个界面准备好了 然后再用Photoshop 打开这张原始图片 两种方法 好几种 我先就这里介绍两种 一个是把这个图片 直接拖到这里 如这样 这样 这是一种打开方法 另一个是在 在上面 图片上面 点击右键 点打开方式 Photoshop CS5 也是用打开方法 第一 还有一种是在这里 点文件 点打开 在桌面上找到你的这张图 原始图片 三种方法是一样的 大家看自己喜好 行 我这里就用 就用这个做视频 是最直观的一个方法 点右键 点打开方式 点Photoshop CS5 行 这里之后我们的 首先是 它是一个GPG的一个格式 我们先需要建一个PSD格式的 先是点键盘上 Ctrl A 全选 这是它有一个量框 周围有一个量框 表示选中的区域 点Ctrl C 复制 再 再点新键 新键就按它默认的RGB颜色 等等 背景内容是白色 点确定 这是点Ctrl 这边是只有一个背景图层 如果你点Ctrl V 会新建一个 点Ctrl V 好 这里有 就是把我们刚才这张原始图片 给复制了过来 行 我们现在先关掉这张原始图片 我们的背景图层 我们的 这张图 我们就改一下名字 这个图层一 改成原始图片 好 我们现在 现在的目的就是把后面的白色背景给去掉 只留下肿瘤的这一块 最简 最简单方法 大家如果是背景比较 先可以先试一下磨棒的效果 我先磨棒容差调整一 大家看一下 但是它调的 选中的区域非常小 我点Ctrl V取效 点磨棒的时候 有这个容差 这个效果 容差 可以调 这个是怎么来说 容差越小 它是要求你选中的颜色 它的越接近 我再把它容差调成10 试一下 还是选中的效果不太好 选中周围的这些背景效果不太好 我再Ctrl V取效 我把它改成30 这实际上是 上面的边缘已经选的非常 跟这个肿瘤非常接近 但是下边肿瘤 这边有阴影的地方 选中的效果不是很好 所以用磨棒直接选 不是一个太好的方法 我们这里就需要用到选区的加减 等多种操作 我们先Ctrl V取消一下 先回到PPT 看一下我们今天介绍的第一种方法 第一种推荐的是用磁性套索工具 就是我们这里Photoshop工具栏的 用磁性套索工具 在这个第三个按钮上 点右键有一个磁性套索工具 我们今天就用这个工具来完成 它的会计键是L 行 我们先针对左上角 这第一个肿瘤图 来进行一个磁性套索工具 把它给抠出来 进行一个非规则的抠图 首先先用放大镜工具 把这块给放大 放大镜是方便我们用磁性套索工具 来选这一块 因为你磁性套索 它要求你沿着它的边缘 然后是进行一个抠图 行 我们现在就边开始演示 边解说一下 首先是在这个边缘这 单击一下 然后是沿着它的边缘 进行挪鼠标 这鼠标是松着的 就是鼠标左肩是松着的 有时需要你单击 单击是什么时候单击呢 就是需要单击是两种情况 一种是拐角的地方你单击 另一个是颜色 你经过那个区域颜色 颜色两 那个边缘的两边的颜色 分的不是太明显的时候 你需要单击一下 行我们就这边直接 就沿着这个边缘走 我到了第一个拐角 这个地方我单击一下 这边比较平坦 比较平滑的地方 我直接挪过去了 这些鼠标挪过去 不好意思 挪一下鼠标 有点靠边了 鼠标 行 到这里 然后是它是 因为是磁性道的工具 它会自动吸附一些 这些比较界限 比较明显的这些边缘 行 我接着往下框 这里 到这个阴影部分 因为它是有阴影 它那个颜色区分不是太明显 所以我需要频频的淡击一下 防止它走偏 行 然后接着 这边颜色也不是很明显 我就接着用 在必要的地方 用一下淡击 然后是来调整一下它的位置 好的 马上就快 完了 这个反正是比较 比较废操作 好 到这里 到最后一块 你可以按 在最后一个毛点上 把它给连起来 淡击一下 行 连起来之后 它就是这样一种效果 表示已经把你主要的 种子区域给框了起来 这是用键板上Ctrl-C 再连Ctrl-V 这时候我们就把这个 刚才框中的那块 给复制了一下 我们先取消一下 我们的原始图片 这个可见性 就前面这个眼镜 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 我们这一块就是框出来 在这 大家可以放大 就是调整一下图片大小 然后再我再演示一下 它的可见性 把原始图片调整不可见 行 这里就是已经把这块放在这了 我们先保证它的位置不变 把这个 把这个肿瘤命名为A1 这个图层1 重命名一下A1 行 我们第一 A1这块肿瘤 我们就用的是 第一种方法 套索工具 来实现 这个工具 这个工具是我推荐的 推荐大家 做这种非规则扣图的一个工具 虽然操作有点麻烦 但是 做出来效果是比较好的 我们现在接着 用第二块 选择 模板工具 和选择的叠加 我们现在先把 先把这第二个肿瘤给放大 好 放大的 我看一下能不能再放大 放到这里吧 放到这种程度 这块我们在上一讲的时候 也用到过模板工具 我们是先框一个框 然后再用模板从里边 先框一个框 再用模板从里边减去 减去周围的部分 我们再试一下这种方法 可不可行 先用一个方框 把这个第二个肿瘤给选出来 注意是 这个 这一步可以随意 它因为四个选项都可以 框中这一块去之后 然后再点模板 选中第三个 从选择中减去 容差 我们刚才之前试验过 用30 我30左右还是比较好的 我直接用32试一下吧 32从选择中减去 行 我单击一下 出问题了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我这步 因为图层是 我选中的是A1图层 A1图层在这一块是透明的 所以我刚才需要把这个图层调到这一块 把这个原始图片这个图层选中 这就是中间出错了 来 我们再重复操作一次 选中原始图片这一张图层 然后选中这一块 再点这个模板工具 从选中第三个从选中减去 再单击一下 行 这边 大致已经选中了这么一个区域 但是它整体来说效果还不算太好 因为周围有一些 有一些这样的 比如中间还有这么一块 还有这么一块 这时候我们就需要用选区的选区进行加减 我先挪一下这个位置 我感觉它那边有点怪 用选中这个工具 我直接用这个图层工具 我先往上 用键盘上上键头 留个条件往上走一些 行 上边基本上我们的 靠光源那个位置 就是它没有后边的阴影的 这个部分已经贴的比较好了 周围有一些小的 这块 行 我们现在中间这一块它是空着的 然后我需要用这个方向工具 把这一块给加上 选中第二个添加到选区 就是把中间这块给加上 把这个框主加上之后 这些有些小的斑点 我们是需要从选区中减去的 就是用选区 依次框主 依次框主 然后这边有一些小的角度 我们也用 依次用从这里减去 就用这个图层工具 选中第三个 从选区中减去 不断的 然后是描摸我们的选区 大家可以感觉到这个工作量 其实跟套索工具 可能比套索工具工作量会更大一些 但是我们是作为第三种方法的一个 因为第三种方法的所用的原理 跟这个是一样的 大家就想当是一个过渡型的一个技巧 就是用这种 我们把背景 背景这边逐渐的 然后调成 跟那个瞄证一样 不断的用这个响光 从我们这个原有的这个选区 然后扣除一些部分 行 我们现在这个选区 基本上已经把这个第二块肿瘤 给框的非常细致了 我们现在就点按键板上Ctrl C 再点Ctrl V 嗯 这时候我们可以再双击这个手 然后是显示到正常比例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取消这个原始图层之后 看一下我们第二块是不是在这 行 我们是在这个 你点这个前面这个眼镜 可以判断你 那个当前这个 当前的那个区 这个图层所在的区域在哪 我们把它命名为B1 啊 A2 我错了 它是第一行 第二一个 命名为A2 行 我们再把它显示 行 这是我们用第二种方法 呃 用的是一个选区的加减 等等 用选区的加减来描摸的 我们再看一下第三 第三块 第三块是 就是用呃 熟练运用选区的加减来进行选取 就是适合就是 你如果是 对这个概念理解非常深 然后是用的非常熟练的话 你可以最终这样 这样来做 就是把这块放大之后 我们现在做第三块种流的 好 放大到这种程度 可以了 先 先我先用这个选择工具 把这一块给圈出来 框中这个种流之后 呃 这是新建的第一个选区 呃 然后是我点点模棒工具 先从里面扣除一部分 点选中第三个 从选中减去 它已经有这样一个效果 然后 呃 选 选中这个工具 然后是留一条下的 哦 点Ctrl-Z 实际 往上留一条下 因为它那个光光的那个 光线是在从上面照过来的 再放放大之后 这边 然后是 选中 从选中减去 把这块给 呃 我错了 Ctrl-Z Ctrl-Z取消 大家可以临时调一下 用Ctrl-Z来辅助一下 好 把这块加上之后 呃 行 我们再另外缩小一下 我现在是 首先用了一个 呃 眼光工具框起来 再用模棒 减去周围的背景 还有一块 这边背景 我们怎么了 怎么来减去呢 我们再 再用一种套索工具 套索工具 呃 因为这上面 这这这边缘比较清晰的 我们没必要用套索工具 太麻烦了 只需要用套索工具 把这下边 这有阴影的这一部分 给套索出来 我们再 选中套索工具 它也有四个选项 然后把 从选中减去 选中第三个 从这里 然后是来 不断能用套索 进行描模 停 现在我就这个走向 因为这边 就是只需要把这一块给剪掉 所以我就指 外边就随便单击了 因为它到这 到这之后 然后是和这点上 哦 可能对下 我刚点错了 行 然后是 鼠标刚挪出 那个什么 拖动区域 挪出这个区域了 然后是 它往这边挪了一些 行 现在我们就把第三块 已经给牵出来了 第三块 然后点Ctrl-C Ctrl-V 这个命名为A3 行 我们这里边 已经介绍了三种 三种吧 三种把肿瘤给扣出来的方法 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后边再几种 我们就直接 我在备课的时候 已经把它给扣出来 我们直接把它复制过来 也方便我们时间 就是 因为都是重复的操作 大家可以在下面练习 我就直接从原始的图片给复制过来 看一看备课的时候 这是我之前已经制作好的 从A4一直到C4 我按Shift点 选择这九个图层 点复制 点右键 点复制图层 我把它复制到我的位名名1 这个这里边 点确定 这个就可以关闭了 好的 我这里先把背景图层取消掉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已经 这是把所有图层 已经扣出来之后 把所有的肿瘤组织块 都已经扣了出来 下一步是把这几块给排列的整齐一些 我先把这个原始图片 我们就让它不可见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就调整一下它的位置 调整位置是用的是这个工具 叫做移动工具 选中这个图层之后 点移动工具就可以了 挪一下 你可以在键盘上随意挪 选中移动工具的时候 如果你选中 选有多个图层 它这边这些工具是可以用的 我先把A1和A4调一下 行 这边A1到A4 选中 我按视频的键选中这四个图层 我来一个居中对齐吧 居中对齐 再来一个平均间隔 横着是平均间隔 然后我再把A1 A1和B1和C1 这三个可以对齐一下 A1和B1 按孔住键 点选中这三个图层 三个图层有阴影的部分 表示已经被选中 它三个我想让它都和A1对齐 我就点右对齐 然后再让它水平平均间隔一下 好 我接着现在对齐B 这边最右边的这几个 叫A4 B4和C4 C4 C4 我想让它和A1这块 因为A1在最左边 我让它左对齐 再平均间隔 这个平均间隔一会再用 行 我现在 现在第一行都已经对齐了 大致对齐 大致对齐了 第二行 我现在这四个 也用 现在也用对齐工具把它对齐 为了 因为我想让它 这个是已经浇证过它的距离的 我把B2 B3 B4 这三块总流 略略往下拖一些 因为我一会儿要用一个顶对齐 好 选中 按 选中B1 按住shift的一键 选中B1到B4 这四个图层的文件 再点移动工具 点一个顶对齐 再来一个平均间隔 接着再选 再对齐第三个图层 同样的 我先把其他两个 也可以往上拖一些吧 往上拖一些 让它来个底对齐 C1到C4 选中这四个图层之后 来一个底对齐 再来一个平均间隔 行 大致对齐的方案 都已经 大致这个步骤 大家如果觉得 它这种用自动工具对齐 因为可能你肿瘤的不太规则 有的大有的小 你可以用 用自己视觉的直观的对齐 都可以的 比如说这块是 对应的是图层是B4 我觉得它太靠右了 我直接按住这个键 按移动工具 直接 选中移动工具 直接挪就可以了 这一块 比如说 往这边挪一下 因为它几个 如果是几个 肿瘤大小是一样的 那个 倒是对齐的时候 用上面自动的 效果更好 但是 但是那样 肿瘤大小一样 就没有实验 实验意义就不太大了 大致比例是这样 我再留意 留意 调一下 让它紧凑一些 B1到B4 往下挪一下 C1到C4 B1到B4 感觉有点怪 感觉有点怪 C1到C4 也往上挪一下 行 大致 对齐工作 我们就已经做到这里了 这个 编语后期处理 我就建一个文件夹 把这个 在这个图层 建一个文件夹 然后把图层 命名为 中流块 中流 然后把这 按住 选中第一个图 A1 然后按shift shift 选最后一个 把这12个图层给选中 拖到这个肿瘤里边 然后把它折叠一下 我们肿瘤 就可以点这个 这个锁 然后锁定 放着到后边动 行 我们已经把 所有的肿瘤 给排列了一下 扣出来排列了一下 下面我们进入 第三块 第三块是 就添加一些 简单的文字说明 还是用我们的 文本工具 添加文本 第一个 是Ctrl 我调一下字号大小吧 有点小 48号 看一下行不行 Ctrl 大小还可以 行 大致挪一下位置 这是我又需要 横着标题有四个 我直接复制四个图层 复制三个 加上原来一个 总共四个图层 行 我把最后一个图层 往后拖 最上面这个 往右拖 按住Shift的键拖 保持它那个横着 水平是 水平 保持一个方向的 桌标是一致的 然后按Shift的键 选中这四个图层 来一个平均间隔 好 接着改改第二个内容 第二个双击一下 第二个是实验组 A 我看一下 用ABC来表示 Experiment A 第三个是Experiment B 按对号表示提交 最后一个是Experiment C 实验组 C 好 这是横着的标题 已经填上了 然后下面我填一下 纵着的标题 纵着是三个 我需要做三个 第一个是纵横 纵着是表示你观察的 观察那个种子的时间 第一个是12天 写完这两天提交 然后是复制 复制两份 然后把这份 然后是往下 选移动工具 往下挪 按住Shift的键 往下拖动 拖动到第三行 然后来一个平均间隔 现在双击第二个 第二个文本 改一下 改成24天 点对号 要是提交 第三个是36天 点对号表提交 行 我现在在 我把这个面板给关一下 因为我现在只做图层的调节 这一共是4加3 七个文本图层 为了方便后边的修改 我建一个文件夹 归一下类 叫做文字 然后我想中这七个图层 然后把它拖到这里边就行 整个图片大致 到这已经做完了 大家如果周围摆边越来越大 可以用这个裁剪工具给拆一下 我这里就直接先保存到这里 最终保存一下 保存我命名为 先选择格式为PSD 命名为肿瘤 肿瘤组织 就放在这个文件夹 PSD文件 点确定 看一下 这个是刚新建的 新建的这个肿瘤组织 这个PSD 我现在再保存一个 TIF格式 点文件存储为 选择TIF格式 存储名为 文件名为肿瘤组织 点TIF 一会我们会和这个目标图比较一下 先保存一个肿瘤组织 在TIF 点保存 LZW压缩方式 图层的压缩 点选择调图层 并存储稿贝 这样会存出来的图片会更小 比上面两个都小 点确定 关闭这个Photoshop就行了 这里就新建了这个 存储出来的肿瘤组织的TIF 可以看一下效果 缩小一下 我们跟我们的 目标图比较一下 效果也已经做出来了 好的 是我们这一讲的主要内容 主要内容就已经讲到这里 就讲到这里 希望大家后边 就是熟练 练一下这选区的加减 因为 这个关键还是在 就是如果用的多 然后你就选的比较 后边建立选区 框这个种 等等框一些其他的组织就建的比较快 这讲主要的就是一个非规的扣图 跟我们前边讲的方框的扣图等等 有些不一样 他更考验你的操作 行 然后是最后我们还是以几个个言来结束本子的视频 这个个言是DOTA里的一个黑店商人 所说的台词 叫什么 Where shall my blood be sealed 我的鲜血 该撒向何处 然后是I wish only to serve 福是我的天命 嗯 这么来说 嗯 我们有时人生 人生的某些阶段总是很迷惘 总是 自己的经历 自己的热血 该 该在哪得到发挥啊 嗯 有时会很迷惘 怎么来说 我也说不太经 就觉得这两句台词挺经典的 有时如果我们真的有天能找到自己擅长的一块区域 然后是用自己 用自己的技能 帮助到其他人 因为DOTA里面英雄 英雄跟小兵的区别是 英雄是有技能的 有的是三个 有的是四个 有主动机 尾动机 背动机等等 发挥一下自己的技能 然后能够帮助一下他人 服务于他人 嗯 这样我们的人生会更有价值吧 好 我的邮箱 浩然同意 at yourlens.com 好 希望大家有 有疑问或者什么的 可以联系我 好 本次视频到这里结束 我们下期再见 我不会有什么事吗